在这边的红薯 两个红薯 两个土豆 两个鸡蛋 今天的早餐挺丰富的 快点吃完哈 吃完了之后呢 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订的骨子 看一下现在骨子是什么呀 摘桃子嘞 啊啊 老婆老婆 你看这个圆子怎么样 这就是我订的圆子 这果子都比较大 这个圆子里钉起来呢 还可以哦 这果子还蛮好 这就没有到啊 你看 我这个毛黄了啊 这个皮是绿色的 这样的果子是可以采摘的 果子是挺好的 小果是偏少 你看这种 就是个把个啊 再小的果子 人家那个 农夫已经把它剪掉了 这里 这里还有一个 这是熟了的啊 你要不要尝一下 第一个我来给家里面炒一下哈 看看口感 甜度 酸度 酸度 出去吃那个没吃的味道 怎么样口感 甜酸刚刚好 背的可以 给你打蚊子还有没有 这边蚊子就是多一点 对太甜了 这个蚊子好大 还有没有还想吃 还想吃自己找找看 真甜 这果子真的是 像这几个果子吗 这几个果子都是 含均匀这些果子 这是金苹果 这就有点小了 这是小果啊 这也不能算小果 算是中国去了 对 这个水 特大的 这果子吗 我再找找哈 看看还有没有吃的 吃一个不过瘾 哎大哥 那我问你 看现在你原子包好了 你是准备怎么去把它卖完 还是摆地摊吗 摆地摊一个原子搞不了 这个要往上卖 那我们就直播卖 直播卖 直播卖的动物包 大部队不是马上要来了吗 那臭的动物 哈哈哈哈 这是 卖米核桃哈 我当时有信心 没什么我说有信心 去年我们卖的米核桃哈 还饮的 真的是 相当的好 去年了 所以有好多家人 我上次一出来 就有好多家人啊 侯林你不要到处 这里跑那里跑了 你去卖米核桃 其实那时候还没到 现在来了哈 刚刚好 这两天刚好开源的时候 所以这个米核桃哈 是口感的酸甜度 真的是刚刚好 去年买过家人们就知道 这个米核桃 大家都吃过哈 不是我夸米核桃啊 这里也不是我家种的啊 这真的是农副手上 我们直接在农副手上 没有经过任何供应商 所以我们的果子 在农副手上 我直接拿 期待 期待